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第一个要说的就是今天我们第三次去派 派这个物资今天 9点半我们就出发 9点我就起床 9点半我们就出发了去 商场购物的商家那里拿货 今天买了8000多马币的货 比上次的9000多便宜一点 因为这次我们没买油 然后Meggy面快速面也没买 上次还有留下来 所以像之前我跟大家说的 我们一定会去马来乡村 而且马来人也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们这次就是专门 为了去马来乡村而做的第三次派发行动 我们也成功去了 其实在前一晚 大家可以看我睡得很迟 我两点多的时候 我觉得不对劲啊 因为昨天IU就跟我说他联络了巴树 巴树就是今天带着我们走去找的人 巴树给他的意见是不用我们麻烦 一家一家去派送 像我们在花园 在华人村在外老那里 这样做的一家一家去派送 他说太麻烦了 因为甘邦很大 我之前也说过嘛 甘邦是一间隔一间很远 然后大路小路有些甚至是黄泥路 没有柏油路 没有柏油路 所以他跟IU 因为我不认识他嘛 他跟IU认识他们的讨论是 去到Marsid那里 我们就叫他们排队全部来 然后四五十个人 直接这样分 我就说没关系 昨天晚上的时候他们谈好了嘛 我就讲给你去谈 我也没想太多 可是到晚上的时候 我就想好像不应该这样子做 你看我昨天 发给IU的 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 2点33分啊 AM 我跟他说的 我想一下还是不要叫他们来 Marsid那边拿比较好哦 这么多人全部一起出来 又带爸爸妈妈 一个老人肯定拿不到的嘛 所以他们会带爸爸妈妈孩子 全部放宝 你要给人拍照 我们全部都中啊 你跟把塑匠 我们一间一间去拍麻烦一点 反正出入港风也就这样打罢了嘛 叫他 大家听一下这个语音 一家一家去拍 这样子比较好哦 其实 我会今天出信啊 我会 其实出了这个语音 这个是第一个 两点的那第一个语音 我接下来还发多两个语音给他 但他没有回我 两点多他已经睡了嘛 但是我昨天很很想早睡 因为要早起9点就要起了 我12点多就躺在床上看书 我睡前一定要看半小时到一小时的书的 这是习惯 然后看完书一点 我关灯 睡一直睡不着 然后就想很多东西 到两点半我就发这个语音给阿佑 说我们 八速的那个建议不对 因为我们的物资那么多 你看我们要分三袋 油跟米跟洗衣粉 我们是另外的 因为这些很重 装脂袋会破 所以总共有五样东西要拿 两大袋 一包米 一个洗衣粉 一包油 五样东西要拿 所以你一个人来肯定拿不到的 而且我们要帮忙的很多是老年人 像今天真的见到很多老年人 我甚至见到一个108岁的人类 他已经不能行走了 但是他思维还很清晰 我们拿东西给他 还跟我讲谢谢 他问我是哪里来的 我说我们是私人筹款来的 108岁的人类 人类在这个组图里面 所以我半月就发给阿佑说 不应该这样子做 因为如果他们两个人来拿 这个是犯法的 你想四五十个人 这么多人都犯法一起来 是犯法的 虽然我们有跟警区报备 警区叫我们去派 他说你帮人的 不用紧 但是要注意安全 这个我之前有说过 我们有报备 但毕竟还是犯法的事 然后大家又一起在马西前面派 我们又是华人 又不是回教徒 我怕有人去举报 或者是有流言蜚语 说行动党的人来派 马华的人来派 基督教的人来派 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会出来 所以我最后发一个语言 跟IU说我们还是严加严户去派 所以今天早上 IU 她说她睡了 然后今天早上 我们先去派其他两个区 要去派马来义乡村的时候 IU打电话给巴叔 巴叔也同意我们说的 他说尽量派 所以很幸运 也很顺利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严加严户去派 派了两个多小时 接近三个小时 把34份全部派完了 都是马来同胞 我们有拍很多照片 明天我写这个报告 详细报告的时候 我会一起发出来 所以真的很顺利都派完了 最后十包 巴叔说 因为我们的车进不去 有些是小路很远 然后又下雨 那时他就要求我们留给马西 留他去派 我们也相信他 最后十包我们是放在马西的 所以单单在这个马来乡村 我们就派了44户 存都是马来同胞的物资 所以就是一个情况 虽然我们派到3点40多分 快下雨了 为什么我记得这个时间 因为有很多人生信息来 他看到我们派物资 或者是看到我的帖 知道我在派物资的 今天有救助活动的 他说现在下雨了 你们注意安全 所以我WhatsApp的都有看到时间 虽然有下雨但是不大 我们照派了 最后三十四分全部都派完 所以今天八十分都派完了 派给华人 我后来有做一个记录 在我的简短的记录 明天明天会有详细的记录 简短的记录就是我们今天八十户 只派给了七户外劳 只有七户是外劳 剩下的七十三户 四十八户是派给马来同胞 华人同胞 华裔的受惠群体有十九户 然后六户印役 七户外劳 总共就是八十户 所以很顺利的派完了 我们下一次计划再派 我们现在还有一万七千多块 应该还能派多八十份的 我们每一次买要九千多块 如果连你连油都买下去 要九千多块 所以应该还可以派多 一百五十份左右 一百五十份左右 所以还可以做多两次 可能最后一次就七十份 或者是不够的钱 我补上做八十份 到时我们再讨论 但下一次我们就是下个星期六了 下个星期六我们又会回到外劳 因为其实外劳我们还派的比较少 我没记错外劳我们现在已经派了八十八十五十 两百一十份救助物资 外劳我们应该只派了大概四五十分吧 就是大概二十八千是派给外劳的 然后马来人今天就派了四十多分 之前加起来也有派了十多分 马来人大概派了六七十分 印度人大概三四十分 剩下来的一百多分全部是派给华人 很穷困的华人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不看肤色 像有很多人问有没有派给罗欣亚 其实很多客工我们都不会问他 因为时间很紧迫啊 我们派给外劳的时候我们不会问他 你是罗欣亚人你是尼泊尔人 你是孟加拉人你是缅甸人 但是我大概可以看得出你是印尼人 还是你是缅甸人 这两个是最容易分别出来的 印尼人缅甸人 因为这里的外劳群体最主要就是印尼人 缅甸孟加拉尼泊尔跟罗欣亚 罗欣亚多数是难民 难民其实是不能做工的 但他们偷偷做工 我们派的外劳我印象中没有派到给罗欣亚 但是罗欣亚如果有需要我们也会派 我们不要看肤色不要看种族形式 我昨天的直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一个人杀人放火强奸打劫 那个是这个行为的错 这个人本身的错 而不是他的肤色 他的种族的错 不要以一看万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们派一副马来家庭的 就是在第二区 我没记错的话 派是他的老公是罗欣亚 一个马来妇女 他的老公是罗欣亚 罗欣亚人 这个是他们跟我说的 我也有照片 他确实有像罗欣亚人 他的老公 他老公在里面看着 所以 因为宗教的因素 罗欣亚人取本地女孩子 是时常有的问题 所以我在很早以前 所以我一直呼吁大家要多看我的直播 因为我的直播都会分享一些知识 然后都是超前的 罗欣亚的事情 我在大概两三个礼拜到一个月前 我就已经说了 我还驳斥大家 说不要以为罗欣亚客体只有华人反对 就算是回教徒 跟他们是同一个宗教的回教徒 也是非常的不满大量罗欣亚人进来的 当然他们也反对缅甸压榨罗欣亚人 他们很愤怒我们的马来同胞 但是他们并不会同情他们到让他们来马来西亚 因为第一马来西亚的资源紧缺 非常的紧缺 他们进来会极大量的占用了伊斯兰教的资源 所以我已经说了全世界的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关系都是利益关系 包括我跟我老婆的相爱 或者是任何男女朋友 或者是任何的朋友 其实你分化道来看都是利益关系 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说我的直播买少见少 其实也是一个利益关系 我现在在做直播也是一个利益关系 虽然我一分钱都没有赚大家 但我们也是在做买卖 我卖的是什么 是我的时间 本来我这个时间可以看书 可以写稿 可以去追求我的梦想 可以甚至可以睡觉 甚至可以无所事事发呆 但是我把我的时间卖出来 跟大家喝酒跟大家聊天 然后大家是用什么来买我的时间 大家就是用回你们的时间来买我的时间 所以当你会做出这个买卖 你就是觉得你用你的时间来买我的时间 是很划算的 你才会来 会得到一些东西 你的时间并没有浪费 所以这个买卖才会成交 就是这个原因 我记得了昨天我提到这个买卖论 其实是宜儿 宜儿也是我们的铁粉 经常留言 经常有转发的 也谢谢他 不懂他今天有没有在 也谢谢他 所以大概就跟大家报告到这样 我们第三次出发 第四次的派发是在下个星期六 也是一样九点多就会去拿 然后这次主要会外劳是我家附近的外劳 如果有荣府主入的朋友 主入海附近的外劳 这边有非常多的外劳 所以星期五我会去讨论一下 然后也很多独有问我 还能不能捐款 还能不能捐款 捐款还够不够 很多人要支持 然后我也很多我 真实的朋友 我的客户也跟我说 还接受捐款吗 为什么没有打 我之前就说过了 为什么你筹款没有打电话给我 他们生气我骂我 因为他们要捐钱 我就说这个是靠缘分的 我就是在Facebook这样子罚 我不要我打电话来 我再做这个 你要不要捐款 这样子是变相的要胁你捐款 因为我打去你一定会捐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Sachiko 我有他的电话 然后我们又这么熟了 我打给他说 我现在在做这个慈善 帮助这些穷困群体的 你要不要捐一点 捐多少 你随便 你一定会捐的 你一定会捐的 像我打给伪宾 像我打给Waring 大家 你一定是会捐的 所以我就不要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还有很多人问我 要接不接受捐款 其实我不接受了 然后那天我发了筹款 关闭的贴文 20号 确实也没有捐款进来了 这些之后 我的账户情况我会公布 我是完全透明了 所以在我公布筹款关闭 我4月20号 我已经update了 最后捐款的list 过后就没update了 因为就没有人 在捐款进来了 没有再钱进来了 其实我收到的钱 还少大概400多块 跟我的记录 但没关系 这个400多块是小钱 所以筹款我们就暂时不要了 因为4万多也帮助了非常多的人 而且我也只能帮助主户一区 你叫我帮助北海 太远了我帮助不了 所以你给我很多的钱也没有用 除非我要吃你的钱 所以筹款我们不要 物资 如果你要寄来给我 你要拿来给我 我还是接受的 物资我还是接受 尤其是尽快给我们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花少一点钱 去买这些物资 所以是大概这一种情况 等钱用完了 MCO还在延长 我们看情况会不会再有筹款 我个人是不想再有筹款的 这样子就已经 4万7千多块 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可以现前买一辆 波罗多阿的 mywin 我们马来西亚的神车 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 真的非常谢谢大家 说到谢谢大家 举起大家的酒杯 我们一起干了这一杯 一起干了这一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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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